前有余的施工队果真在一个星期后 全部到了老鹰嘴 按照当初专家的刊定 水厂的取水点在老鹰嘴山上留下来的小溪口 一口约摸三亩地大小的水潭 要扩张到八亩左右 水潭边另打石口200米深的取水井 厂房围着水潭溅 占地需30亩 另建办公楼房一栋 员工宿舍两栋 从水厂的规划看 到新镇政府约半里入城 中间修建一条宽30米的大道 取名农谷大道 前有余的施工队进来 急坏了孙德茂 他的四台挖机像四只乌龟一样趴在哪里 已经一个月没喘过一口气了 孙德茂让挖机师傅回家待命 自己天天蹲在窝棚里 望穿秋水等待省专家组的再次光临 没有省里的命令 他的工地连一棵草也不许动 这是县里的指示 也是市里的要求 看着前有余越越遇事要开工 孙德茂从自己的窝棚里爬出来 神情猥琐走到孙德茂身边 酸溜溜地说 前老板运气好 说不定也会挖出18具石棺出来 前有余呸呸了一声说 孙老板 你就是个乌鸦嘴 我老前别的本事没有 就是福大命大 你等着 两个月 我让你认不出这里就是老鹰嘴 孙德茂比仪的笑 双手拢进锈管里 哈着气说 要不是我的工地出了这档的事 你现在就看不出这里是老鹰嘴了 两个人你来我往 各不相让 原本在横越市就为抢工程有过交锋的两个人 现在绑在了农谷镇这一架战车上 究竟是死是活 两个人心里都没底 只有靠着说几句家枪家棒的话 填补心里的空虚 前有余手里有一张蓝图和示意图 全部建设清楚明晰 因此 在施工对道的第三天 在水潭边插了一面红旗 摆个香案 杀了一头猪 敬了天地祖宗 一声吆喝 就开始开工 前有余开工 奠基 要敬神 方案在郭伟的手里放了一天 最后他还是没去 我怕钱有余有想法 一个人敲敲到了工地 在香案前鞠了一个工 烧了三张纸钱 拿起铁锹 产了两把土 撒在一块汉白玉的电机杯上 表示电机典礼得到了政府的认可 电机礼一结束 我告辞要回去 镇里还有一个冬季征兵的会 我必须要回去参加 当兵对乡下人来说 是改变命运的最好选择 一个身上带着农村户口的小孩 要想改变一辈子的命运 两条路可走 一是读书 靠考学考出去 二就是当兵 拼着在部队任劳任怨地干 或许会捞到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因此 农村征兵 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 郭伟知道我刚从工地上回来 看到我只是问了一句 开始了 我点点头 随着他走进会议室 各村的民兵营长和村书记 村主任挤在一起 嘻嘻哈哈地互相开着玩笑 看到我们进来 都住了口 等着开会 原来乡里开会 柳汉都会要求食堂加几个菜 一定要请村干部吃一顿饭 才走 到了郭伟手上 他不再请吃饭了 改做补助 开一次会 一百块钱 柳汉开会的时候 总有几个村干部 以各种理由不参加 到了郭伟手里 只要一开会 绝对不会缺席一个 即便生了病 也会赶来 到后来 只要乡里一段时间不开会 村干部就会闲着脸打探 问什么时候开个会 郭伟故意咳了一声 会议室里静得一只蚊子飞过 都能听清 我抬眼扫试一下会场 现赵德权这次坐在了前排 身边坐着盘树荣 这两个人 原来开会也和柳汉去县里开会一样 都是选在会场的最后排 这次两个人都坐在前排 衣着光鲜 脸上都带着矜持的微笑 让其他村干自残行贿起来 盘树荣现在是炸油厂的法人代表 赵德权代表着老鹰嘴 老鹰嘴现在是什么地方 是新政府的所在地 是矿泉水厂的原地 郭伟重点讲了本次征兵的政策意义 附带提醒 各村干要在年底前完成各种提流统筹 言外之意是 完不成提流任务的村 取消本次征兵的指标 村干自然不肯丧失一年一度的权力机会 每年征一次兵 干部的嘴巴都要冒几天的油 耳朵上夹的烟都是芙蓉王 我跟底下坐着的村干基本都熟悉 有几个民兵营长 还是我看着当上村干的 这些村干 有几个当村之书的历史比我的年龄还长 有两个是紫城副业 掌管着全村男青年的命运 我正要开口 别在腰间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本想按了不听 眼光扫过手机屏幕 现是钱有鱼打来的 心里咯噔一下 孙德茂工地的意外 我是生怕重演啊 按下接听键 里面传出钱有鱼紧张的口吃的声音 不 不 不得了 出 出事了 我立马赶到脑袋一空 手脚差点就要颤打摆子 平静一下心情 我严肃地说 什么事 慢慢讲 不得了啊 钱有鱼颤抖着声音说 你快来 快来 天大的事 乱了啊 乱了 究竟什么事 我大声喝道 眉头皱起来 会场里一阵骚动 锅尾敲着桌子让他们安静 出了 出了金字 钱有鱼终于把意思表达了出来 我心里一惊 赶紧问道 说清楚点 出什么金字 一块狗头金 狗头金啊 有一个拳头那么大 狗头金 我莫名其妙 老鹰嘴挖出了狗头金 这究竟是个什么地方啊 18句石棺之谜还没解开 又出现了狗头金一说 这也太令人意外了 马上停工 保护好现场 我命令他 回首对郭伟说 郭书记 十场工地挖出了狗头金 现在场面有点乱 得控制 底下的村干听说出了狗头金 没个人坐得住了 赵德权更是坐立不安 几次起身想走 都被郭伟喝住了 我坐正身子 严肃地对村干说 大家一起上工地 不惜一切代价 要保护好现场 谁出了问题 拿谁的脑袋 郭伟点头表示同意 村干跟在我屁股后面 一窝蜂涌出会场 看到孙德茂家的中巴 正在上课 我把乘客全部倾下车 喝着司机朝老鹰嘴开 路上我给好强打了个电话 要求他持援老鹰嘴 前友于怀里抱着一个 拳头大的金子 愁眉苦脸地坐在地上 周围围着一圈人 都是他施工队的工人 孙德茂喜笑颜开 蹲在他旁边 嘴里咬着一根狗尾巴草 拿一块石头在地上画着字 时不时冒出一句话来 我说老钱 你真以为你的命就比我好 挖掘机已经熄了火 像一头老牛一样 窝在一堆黄土中间 挖出来的一个大坑里 挤满了人 拿着锄头各式工具 睁着牛卵一样的眼 在土里寻找着狗头金 坑底的都是老鹰嘴村的人 其他村的人不敢下去 只在挖出来的土里翻找 整个场面是乱哄哄的一塌糊涂 大人小孩 十八般武器全部上阵 即使是赵半仙 也被老伴在腰间 系了一根绳子 放到坑底 趴在一堆挖松洞土后边 细细扒拉着 生怕狗头金 从眼皮子底下溜走 狗头金 顾名思义 像狗的头一样大小 并不形似狗头 这家伙 是老天遗留在人 世间珍宝 极少露面 世间大多只是传说 并未见真柔 我从钱有余手里想接过来 却被他死死抱住 不肯松手 眼睛里并没有欣喜 而是呆滞和无难 钱有余是个聪明人 他的工地出了狗头金 他工地的命运 就将和孙德茂一样 如此一来 谁也会看不到前途 除了幻想 钱有余终于松了手 我颠了一下 沉甸甸的有些吃手 金子就是金子 重 郭伟转到坑边 看满坑的人 人欢马叫 就站在上面喊 乡亲们 大家注意安全 不要乱 没有人理他 坑底银锄飞舞 人声鼎沸 刨出来的泥巴 像老鼠打洞一样 松软软地堆在一边 又被后面的人踩实 周而复始 请乡亲们 停住手 都上坑来 郭伟扯着嗓子喊 有人抬起头回了一句 上去干嘛 等到公安来了 又变国家的了 众人一阵起 手里的工具 使得更欢了 上次孙德茂 工地出了石棺 老鹰嘴想尽了办法 也没捞得半杯羹 这次出了狗头巾 老鹰嘴的人 乖了起来 趁着还没有人来干涉 捞到了 就捞到了 郭伟喊了几嗓子 见没有笑过 就对我苦笑说 这些人 都疯了吧 我笑着回答道 人道没疯 是他惹的祸 我指着前有鱼 怀里的狗头巾 无可奈何 这一阵乱 踩得人仰马翻的 大姑娘 小媳妇 也顾不得许多了 趴在老爷们的背后 不要命往上爬 赵半仙 腰间系着的绳子 被一阵挤落 早就不知去了何方 还没等他站起来 就被一股人 流起在了土壁上 把整张脸 像烙饼子一样 按在泥坝里 半点动弹不得 等到坑底的人 都爬了上来 我就来村干 把他们像点豆一样 撒在坑底周围 把一个土坑 围得严严实实 现场得到控制 我得把情况 向上级汇报 我征询着郭伟的意见 郭书记 你得把情况 向县里汇报 郭伟想了想说 还是你打 说得清楚些 我就当仁不让 拨通了刘县长的电话 刚接通 就听到刘县长 爽朗的笑声说 郁峰啊 你的消息蛮灵通嘛 我才刚接到通知 你的电话就来了 我奇怪地问 还有人先汇报给您了 刘县长依旧哈哈大笑说 这不是汇报 是上级命令 你们新政府的工地 可以开工了 警戒解除了 我一听 又是惊喜 又是失望 惊喜的是 新政府签纸工程 可以重新上马 失望的是 这地底下也就 十八具石棺 原来以为地底下 埋着富可敌国的 财宝幻想 彻底破灭 郁镇长 你们这次立了大功 省委已经出文件 要对你们嘉奖 天大的好事吗 今日省报 上头版头条 报道的就是你们这次 保护国家文物的 优秀事迹 刘县长喜气洋洋 但不是严肃认真 春山县上省报 头版头条 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啊 我迟疑了一下说 县长 我汇报的 不是这个事 刘县长在电话里 顿了一下 哦 你又有什么事要汇报 我说 水厂工地出了状况 挖出了一个狗头巾 刘县长似乎不相信 自己的耳朵 追问我说 狗头巾 工地挖出来的 我肯定的答复说是 现在已经把现场 保护了起来 等待县委的指示 刘县长沉吟一下说 你做得好 我马上派县 公安局下去 挂了电话 我笑吟吟地看着 咬着狗尾巴草地 孙德茂 一脚踢飞脚边的 一块小卵石 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 抽出一支 扔给孙德茂说 还坐着干嘛 开工去啊 孙德茂一愣 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泥巴 斜着脖子看着我 苦笑说 御镇长开玩笑 我去开工 还不一枪 崩了我 他抬手指着远处的武警 突然惊愕地张大了嘴 原本守在工地的武警 已经全部撤了出来 正在往一辆军车上 爬 他们 他们撤了呀 他口齿起来 满脸胀的通红 慌慌张张 撒腿就跑 没料想被脚底下的 一块石头 拌了一下 摔了一个仰面巴刹 他从地上爬起来 顾不得拍去身上的泥土 不要命地往工地上跑 我看着他挨小勾搂的背影 眼睛湿润起来 这个从泥巴里爬出去的 农民包工头 把身家性命 堵在了农古镇的工地上 万一这一堵堵输了 他孙德茂再想爬起来 几乎就是一个童话故事 可以开工了 郭伟疑惑地看着我 武警怎么都走了 省里来命令了 工地已经没有了 文物绝的价值了 可以复工建设了 我说 把刘县长的话 复述了一遍 这是好事 郭伟幸福地闭上眼睛 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还有更好的事呢 我说 省里决定为农古镇 新镇建设拨款300万元 算是奖励我们 为保护文物所做出的贡献 郭伟一听 激动地哆嗦着身子 脸上一片潮红 靠近我的耳朵悄悄说 你小子真是一员福将啊 我淡淡地笑 没有作声 钱有余的工地开工 不到一天要停工 孙德茂停工一个多月的工地 又可以复工 此起彼伏的变化 让我都感觉戏剧性 实在太强 坐在地上的钱有余 傻呆呆地看着前方 眼里一片迷茫 我蹲下身子 安慰他说 钱老板 你看孙老板 也等了一个多月 好事慢出来啊 我们不急啊 钱有余探口气说 我就是急 还能拿块石头去打天 生死由命 富贵在天啊 郭伟立即跟着说 就是就是 看开一些 无非就是时间的问题 等一等 会有好事来的 我叫好强过来 从钱有余怀里 要把狗头巾接过来 钱有余抱着死也不放 嘴里嘟弄着说 我一千万呢 就看着这一块金子了 你们还要拿走 不是要我命吗 我笑道 别说你一千万 你就是一个亿 该是国家的 还是国家队 你难道还想拿着 抵你的损失吗 钱老板 给好所长吧 钱有余即不情愿松了手 看着好强把金子接过去 眼里啪哒啪哒 滴下泪来 我的心里一紧 最看不得男人落泪的我 别转身子 看着远处山坡上 赵德亮的坟 新坟已成旧人墓 回头春花谢秋月 我拉着郭伟走到一边 低声说 郭书记 我感觉这地底下 可能有金矿 郭伟狐疑地盯着我 笑道 你怕是在做白日梦吧 一块狗头巾 就幻想地下有座金矿 你应该去写书吗 联想多丰富啊 我蹲下身 抓一把泥巴 在手里揉搓 随手抛向远处 我在心里想 不管有不有 我都得请地质专家来勘测 孙德茂的工地如火如荼 热火朝天 不到十天 一块看不到边的空地 像黄布一样 在老鹰嘴下铺展开来 郭伟把全部的时间 都放在了工地 自己拿来一床被子 找孙德茂 要了个窝棚 把办公场所 正式放在了新政府 半里路外的钱有余 唉声叹气 扔下自己的施工队 带着月白开着车 一流烟回了横月市 半路给我打了电话 说如果水厂建不成 政府就要退他的钱 我说 钱老板 你上次给我说了一个故事 说老者施马的 还记得不 钱有余想也没想回答我说 不是塞翁施马吗 怎么不记得 我说 记得就好 现在又没个结论 你看孙德茂 不是柳暗花明了吗 钱有余被我的话感动 在电话里带着哭腔说 玉镇长 你也知道 建这个厂 我是得罪了很多人的 你这里我活不下 春山县 我都没办法活 建不成厂 我就是死路一条 过了一会又说 老兄弟 我也对不起你 让你的工作调动 都泡了汤 我连忙说没事 挂了电话 想起邀请地质专家的事 寻思半天 觉得横跃式的专家基本没戏 要是他们有本事 还会找不出这里有座金矿 我得去省城找 找真正的专家来 停工水厂是我的决定 郭伟基本不管 本来建水厂就跟他没太多的关系 刚好现在他热衷地牵纸工程复工了 因此他就一门心思去忙自己的事了 我跟他说要去一趟省城 他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说镇里的事 他会处理好 去省城找专家都有关系 不是有钱就能请到人 我在省城读过四年大学 但从来没跟地质专业的有过半毛钱关系 想起黄岐善也是省城毕业 而且他的学校里有个地质专业 在全国都是排得上名的 于是就给黄岐善打电话 开口就叫他陪我一起去省城 黄岐善还是在忙高速公路的事 征地拆迁工作做完了 但还有些尾巴要处理 他脱不开身跟我去 我又不想把这事跟钱有余说 迟迟爱爱半天 把心里的人都排了一个遍 觉得还真找不出一个人来 正在烦恼 黄薇薇的电话打来了 黄薇薇在我上次回来后 是第一次给我打电话 口气似乎没有原来的温柔 开口就问我什么时候办好调动手续 我明确告诉他 我不准备调回去 话还没说完 他就啪哒一声挂了电话 黄薇薇肯定又生我的气了 其实他不知道 不是我不想调回去 而是我身不由己 在恒月市 我们曾经憧憬过 调回去后 我们先买下一套房 元旦就把婚结了 他爸妈送一台小车 给他做嫁妆 黄薇薇自己有车 做嫁妆的这台车 其实就是送给我的 我要在结婚前 把驾驶执照拿到手 结婚当天 婚车要自己开 现在调不回去 一切都成了泡影 因此我也烦 同时又在庆幸 因为我实在没有做 黄薇薇老公的准备 一个男人 到了快结婚的时候 还不敢肯定自己 是不是爱着 要结婚的对象 这似乎令人感到可笑 既然思想还存在瑕疵 调不回去 就成了结不成婚的 最好理由 我的理由 仿佛只有我自己认可 因为黄薇薇在电话后的第二天 开着她的车来了 车里还带着两个人 居然是何家霄和陈萌 陈萌从下车就没给过好脸色 好像看什么都不顺眼 市委书记的千金驾铃 又是世报的首席记者 春山县自然不敢怠慢 县委宣传部的一个副部长 一步一驱跟在他屁股后 该也赶不开 得知伴在千金身边的少年郎 是市委副书记的公子 宣传部副部长连说句话都哆嗦 我被叫到县委宣传部的时候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春山县这几年有了很大的变化 原来的一些低矮房子 现在都变成了高楼 一条春花大街宽30米 大街连接5个十字路口 每个十字路口都是一个花草族 锦断转盘 转盘的中央竖着一根高大的路灯柱 一到晚上灯光把这座县城照得通明 春山县委在关培山的领导下 依靠广东老板在城里开通了 免费公交路线三条 我就搭免费公交车去了县委宣传部 副部长冷汉淋淋 他屋里坐着三尊神 每个都来头大 除了市委政副书记的千金公子 还有一位一直皱着眉头的 组织部长的另爱 这三个人背后站着的人 任何一个动动手指头 就能让他这个副部长一文不明 副部长并不知晓我们的关系 他是被县委办公室主任通知 说市报的记者来了 要他出面接待 谁知道一见到真人 才在心里暗暗骂县委办主任 我操 给老子找来三个炸弹 何家乡这小子见到我连 哥也不叫一声 装作不认识我一样 白着眼看挂在墙上的日历 我一进门 副部长就找个机会溜了出去 临走时朝我使个眼色 反正我是没明白他眼色的含义 陈萌首先开口 裕丰 你是不是不知好歹 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陪着笑脸去跟黄薇薇说话 你别装作没听见 陈萌对我的态度显然不高兴 他逼近我一步 直视着我说 调令到了 你为什么不办手续 你还准备在春山县待多久 我无限委屈地说 不是我不想走 县里不放人 我能走哪里去 谁敢不放你 陈萌咄咄逼人 我苦笑着说 有组织纪律约束 我也不能例外吧 你告诉我 是不是刘县长 还是关书记 说着就掏出电话 要打给这两个人 我赶紧拦住他的举动 言不由衷地说 其实我自己也有点想法 你不知道 为你工作的调动 我甚至都找了我爸了 微微妈陈怡亲自跑人事局 躯下身子跟别人说好话 你怎么就一点也不珍惜 你今天得说出一个道理来 否则 你在春山县也别想混了 陈萌像是下了最后通牒 他的话让我的心头疼得冒起一股火来 我一掌拍在桌子上 吼道 陈萌 你说话得有轻重 我一火 让何家孝吃了一惊 他终于转过身来 叫了我一声后 悄悄拉了一下 横眉怒对我的陈萌衣角 打着圆场说 大家都冷静冷静 副部长推开门 探进头来看了看 被陈萌瞪了一眼后 又赶紧缩了回去 黄微微终于开了口 玉峰 你到底有什么想法 我妈给你打电话 我也给你打电话 你要知道 失去这个机会 以后就很难了 我不置可否地微笑 安慰他说 微微 我什么想法也没有 我是春山县的干部 我必须要遵守干部条例 何况 我现在调走 一个没有任何成绩的人 靠着裙带关系升官 你说 是我御峰做得出的事吗 黄微微脸上一色 低下头 搅弄着手指头 轻声说 你就不能为了我 稍微放低一下尊严 我摇头 坚决地说 微微 做男人要顶天立地 你不希望自己的丈夫 被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吧 他的脸一红 神情有些扭捏 轻斥道 谁的丈夫呀 陈萌被我一掌打晕了半天 这个时候才回过神来 接过黄微微的话说 我说 微微 你就是个死心眼 这个御峰 一身的吐气 也不知道你看上他那一点了 我笑着道 我就是个农民 在春山县 已经做了六年农民了 不怕你说的 我才懒得说你 陈萌撇撇嘴 扯过何家销说 我们出去走走 让这对死冤甲说句话 陈萌他们一走 黄微微突然眼睛一眨 掉下几滴泪来 抽抽耶耶的 让我手足无措 你是不是还爱着薛斌 他单刀直入 没有 我十分肯定地回答 心里突然一痛 他没来由地提起薛斌 让我一下子没转过弯来 你不用骗我 我上次在你这里 就全部知道了 他停住了哭 抬起满是泪痕的脸 看着我说 玉峰 你就给我一句真心话 好吗 我还是摇头 我不能伤害他们 我现在任何的表态 都会受到灵魂的拷问 我明白了 他突然站起身来 我们来的不是时候 你是不是以为 我们来兴师问罪的 我不置可否地点头 黄微微他们的到来 确实让我有点始料不及 我正准备打算回横月市 去中部省找专家 如果你还爱着薛斌 我马上就走 如果你还爱我 就跟我回横月市 他扔下这句话 背转身去 看墙上挂着的一幅 宁静致远的字 等待我的回答 喂喂 我叫他一声 我现在需要你帮我 他没理我 依旧看字 你知道吗 我们的水厂工地 挖出了狗头巾 我怀疑这里有金矿 我言辞恳切 如果我在走之前 送给他们一座金矿 我会走得心安理得 你要我做什么 他终于悠悠地 回了一句话 我想去省里 找地质专家 我说 过去板着他的肩膀 无限深情地说 我想你跟我一起去 他不相信地盯着我看 半天才说 要是没有金矿呢 没有就没有 我尽心了 良心过得去 建好水厂 我就回横月市 哪怕辞官不做 就陪着你 我看他的面色 有缓和的迹象 赶紧恢复 嬉皮笑脸的神态 你可要记得 自己说的话 他天真的笑起来 似乎突然想起一样 告诉我说 我帮薛冰也办好了调动 让他去群医馆 你说好不好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 让我六身无主 心里暗暗责怪 眼前这个女人 这世上只有把情敌 放逐到天涯海角的 哪里有把情敌 放在眼皮子底下的女人 这是个多么纯真的人 她的心 像蓝天一样的纯净 让人看不到半点杂志 你真傻 我伸手搂住她的腰 她慢慢依了过来 身体慢慢变软 直到如一朵盛开的桃花一样 灿烂地张扬着自己的热情 你别想着好事 她羞羞地一笑 伸手拧着我的耳朵 我告诉你 我把她放在眼皮子底下 就是要让自己时刻能看着她 我打开了 我打开了 我们的朋友们 都被带了